大家好 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四个变形蛋 首先给我们带来变形蛋的 是杰德奥特曼的原始形态 他给我们带来了一只怪兽变形蛋 看,这只怪兽还会喷火呢 这是一只全身黑色的怪兽 这只怪兽身上有好多凸起 背后这里有长得像珊瑚的形状 让我们来把他的手和脚张开 他的脚上面还有尖刺呢 背后的珊瑚形状也可以打开 然后他的头藏在了胸口里 他的头出现了 鼻子上还长了两个金色的尖刺 这是什么怪兽呢? 不好了,他要来攻击杰德奥特曼 杰德奥特曼反击 把怪兽打回到防御弹 并且一拳把他打飞了 接下来是谁给我们带来变形蛋呢? 是迪迪奥特曼 他给我们带来了恐龙战车的变形蛋 这只恐龙战车看起来跑得很快 他的身上还有菱角 底下可以打开 下面还有四个轮子 这是他的尾巴 让我们把他的手和头张开 恐龙战车的底部好像是一只坦克 不好了,他要来攻击迪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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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了 接下來又是誰給我們帶來變形蛋呢? 原來是出道奧特曼 出道奧特曼給我們帶來的是一個英雄的變形蛋 這個英雄鎧甲看上去好漂亮啊 他的手上還有金色的手鐲 這是哪一道奧特曼英雄呢? 他的頭出現了 這個奧特曼英雄看上去好帥氣啊 這時候凱撒貝利亞的披風又出現了 出道奧特曼變成黑色的 不好了,這是壞的奧特曼 他把我們的奧特曼英雄打回到防禦彈 接下來給我們帶來變形蛋的 是閃耀賽羅 閃耀賽羅給我們帶來的也是一個奧特曼的英雄蛋 他的手上好像有發射武器的裝置 他的胸口有一個V字 這我們來把它變形一下 出現了 出現了 這不是聖利奧特曼嗎? 聖利奧特曼看到是閃耀賽羅 跟他問好呢 這時候凱撒貝利亞的披風又出現了 不好了 閃耀賽羅原來是黑暗洛布斯賽羅變成的 他把聖利奧特曼英雄打回到了防禦彈 原來這些都是壞的奧特曼 銀河奧特曼和聖利奧特曼融合變成了銀河聖利奧特曼 並且擁有了武器 銀河聖利奧特曼把三個假的奧特曼打敗了 那以上就是給大家介紹的奧特曼和怪獅蛋 你們最喜歡哪一個呢? 可以在我的視頻下方留言哦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